一個由美國回香港的女人 初步確診變種病毒 她住的藍田安田村安建樓 以維蜂強制檢測 今晚7點多個穿保護衣的工作人員 去到安田村 居民陸續落樓排隊 按指示向工作人員登記資料 警員在現場戒備 衛生防護中心說 一個28歲新型肺炎初步確診者 上個月20日去美國 星期三回到香港 在機場檢測呈陽性 有病症CT值低過30 並且帶有L452R變種病毒 打了兩劑復必泰疫苗 她潛伏期在香港住的安田村安建樓 晚上要遺風強檢 包括中環 德豐大廈10樓的工作地點 和去過的地方都要強制檢測